首相拿多斯里安华重申 素贪的立场必须从上而下 绝不能够让盗走 明知明高的大人物逍遥法外 他还打趣地说 如果自己有逮捕的权利 估计双西毛诺监狱早就爆满了 那安华强调 从打贪追逃回来的这个款项 应该用于发展基础建设 也不希望昌明大马 只是空喊的口号 应该赋予爱心和平等的意义 自入主部城以后 频频标榜素贪的首相安华 今天在首都为昌明小贩中心开幕时 也不忘重申严厉打贪的立场 强调打击贪腐就不能放过大鳄 必须从上层开始做起 追逃回来的巨额款项 更应该回馈基础建设 如果我有权权和肯定的怀化 已经长了 在宇宙里的旁边 就全部都好 但是我就不中了 我所在 我所在的 是 当于 提高市民的 使用了 谁人的贮有 必须 行 安华也强调 团结政府关怀低薪阶层的人民 相比赤资数十亿令吉打造大型计划 政府更愿意为小商贩花钱 他强调这就是团结政府和前朝的区别 至于政府推出的昌明大马口号 也应该赋予意义 我没有想要瓶银恶词成一个尖锅 别人必须知道 若实有瓶银恶词 有一个称之为 感情ulas 与掌握的人 他们要看到它的表現 然后必须正确保 peace 单重的都 就算打造数十亿令吉的大型发展计划,也未必能让所有国人和小商贩受贿。 正如大部分人民没有能力光顾五星级餐厅和酒店,而政府的责任就是为民谋福,提供便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